男嘉宾小哲25岁来自浙江无业 女嘉宾家家21岁来自浙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都提着一口密码箱 密码箱里还是那个他们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 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把秘密封开吗 愿意 愿意 小哲没有工作是吧 是的 有多久了 我08年就是不读书了 七年里面还是有两年工作的 你这两年的工作是 工作一年两年然后不工作 还是说每次工作的时间很短 最长的有工作半年 最短的呢 两天 什么原因不工作呢 可能就是去玩一下 又不想工作就不做了 你们俩认识有多久 差不多一年了 这一年你有工作吗 这一年 他都不想去工作 他就会花女人钱的男人 他不仅花我的钱 还花他前女的钱 什么花前女的钱啊 这个真受不了了 你看 不是他都说的不对的 你什么时候花前女的钱 我要买只手机 然后向我借钱 我没借给你 然后之后你有这新手机了 我就问你那手机的钱哪里来的 你说那是你父母给你的 有一次你就不在 我就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短信 还有通话记录 发现都和你前女友有关的 有一条消息是你 你前女友 他说买给你的手机怎么样 这个不是他买给我的 而且我发现他好像不只给你买了手机 还有买了好多东西 只是我向前女友就借了一半的钱 我买的这个手机 就有点 钱我是会还的 不是他买给我的 你前女友跟你关系还不错 还借你钱是吧 他问他前女友说他单身 这个你没有说明前因后果 当时的将军之路 你就片面的取了一句 你说的不是 行吧 我们不片面的说 说人家花前女友的钱 你没有什么证据 对吧 这事咱们也管不了 咱们就说他怎么花你的钱 他一直都没工作之后认识了 我一直让他去工作 他去杭州那边去找工作了 然后我一直支持他 他说我没有钱 你们在哪认识的 萧山那边 我们一直在萧山的 萧山离杭州也很近 是的 然后他去杭州那边比较大 可以去发展一下 然后那边去找工作了 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借他钱去租房子 房子给他租好了 但是说他房子里面需要添点家具 才能工作 家具和工作 当然是工作重要 我认为的 所以我一直催着他去工作 当然我们这件事加持了好久 对于我来说 家具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家具的话 我回家就没有个家的感觉 可是你工作完之后 可以再去看家具 再去去买呀 我一旦工作了 可能我家具要拖延了 我本身我自己的话 花一个礼拜 家具能够置办好 我一般工作 我可能要花一个月 才能把家具全部置办好 那我是不是要忍受 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回到家 看到这个空落落的房子呢 你就是要那么强词夺理 我给你租了房子 买了家具 之后呢过了十多天 还是没找到工作 我还是托了我朋友 给你找到工作 我朋友说 他早退呀 工作时候睡觉 干了两三天 他就不做了 姑娘 你告诉我 你给他出这个房费呀 租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 租房子那边要三千块钱 付了好几个月 然后家具是一千五 平常生活费 我以后也会给他 你每个月还给他生活费 他有时向我要生活费的 一个月大概给多少 我差不多每来一次 就要给了五六百的 买衣服什么的 是在这里面吗 是的 上次生日的时候 他说看中了一双鞋 然后他说一直想要买 生日时候呢 好吧 生日就给他买了 还有平常他喜欢看书 网上就会给他拍一些书 我也挺支持他看书嘛 然后我偶然发现那些订单上 有一些游戏点卡之类的 大家去玩游戏 也没工作 还是去玩游戏 我游戏就玩了一次 我就如此玩说花了五百块钱 我有第二次吗 没有第二次 你不你不要说好像 好像我成天这种游戏好不好 哥们你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 我我我音乐也有挣五六把呀 他给的 不是我音乐做做兼职挣五六把 你的专职是 我的我的专职是是 是是是比如看书写写作 哦 就是不赚钱的 啊对 作家一般都比较清贫和辛苦 这我理解 啊这写东西吗 他花我那么多钱 我一次还他出钱给我的 就在情人节那天 我们一起出去玩 逛街买东西 还送过礼物 多好啊 是啊 但是半个月之后 他就跟我 又向我借了一千块钱 我说 这一千块钱怎么了 他说情人节那天需要钱 所以他向他朋友借了 现在他朋友马上要还 让他还 那我不是绕了一个圈子 给自己找浪漫吗 这是这是个意外 我确实是向朋友借的钱 给他过了情人节 但是我也是发自真心 就是想用我自己的钱 给他去过一个节日 做好两个月以后还的嘛 谁知道朋友半个月以后 就突然说马上要我紧急还了 两个月以后的话 我肯定是 一长词多了 你就是骗人 他就是骗子 两个月以后 还骗我钱 我家里给我买了二手车 让我上下班开着用 他说我经常来 恒舟也不容易 然后我车子就借给他 我想他没有工作嘛 我有就邮费出给他了 每次邮费要个三百七四百块的 然后我就把他邮费给他 有一次我家里需要用车 我就把我的车开过来了 油也剩一点点了 然后我去加车的时候 那个师傅跟我说 你这车两百块钱就行了 那我每次给他的四百块钱 他多余的钱用到哪里去 他不是骗我钱吗 我是有自己打算的 就是每次去加油嘛 我想就是假如这一次加 我下次加的不够了 那临时想要钱也不太好 那让朋友看钱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多要一点背着 一背不时之虚嘛 他就这么骗我钱 所以那次我就 报花账 我就提出跟他分手过 然后我把他的联系方式 所有电话可以说全部都删了 结果他跑到家里来 让我闹着 让我跟他求复合 我勉强跟他复合了 最后我到他家去 发现他电视机坏掉了 我问你他电视机怎么坏掉 他说分手那时候 把电视机砸坏了 那也是你不对啊 你干嘛跟我闹分手呢 我知道我脾气不太好啊 还让我出钱 给你买个电视机 什么意思 电视机砸了 还要你出钱呢 电视机没了就再买一只杯 怎么都是我花钱呀 我会还你的啊 哎 这小子脾气是不是就这样挺好 不好 别可以看到这样子 其实不好 上次我跟他一起去见我姐 然后我姐看到他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他就说一句 家人都有工作了 我还干嘛工作呀 这个很明显嘛 开玩笑的吧 对吧 如果我真的是那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说出来 我姐那时候就有点生气 但是没当着我面说 后来在车上跟我说 这种男人你还要他干嘛 这么明显的玩笑 你姐怎么就当真的 就是你平时成天就把我说得太坏 然后你姐才不觉得 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还可没有可以依靠了 没有安全心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在百度贴法里认识的 我想学一些日语 然后他那边 他日语不错 比我好 你是学日语的 我自学的 你学日语你不能学得没良心呀 但是我们住的也挺近的 都在同一个城市里 他不仅懂日语 也懂一些文学心理学 反正家里学也挺多的 看书挺多的 还有哲学 还有哲学 还有文化研究 挺好挺好 但是他不工作呀 我觉得他对人 你喜欢上了一个 这个潜心研究文化的人 他就是不能工作的 就是要你不对 让我养他 你觉得这个事会对吗 让我一个女人养一个男人 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男人可以养女人 女人也可以养男人吗 不对 不对你养他一年多 你傻呀 我是相信他 当时我一直很相信他的 他可以去找工作 他小便宜呗 我们两个人可以 互相的依靠一下 但是完全是他依靠我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中间 还是有一些误解 还有误解 首先就是说 不是说我不工作 我有过工作 而且 之前我工作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这一年都干了 什么工作就可以了 这一年是没做什么工作 但是以前我最多 我们不说以前 就说跟他谈恋爱的这一年 我就基本上就只有做点兼职 为什么 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 我要写作 网上要写影评啊之类的 还要网上还要 比如说交人啊之类的 他都是谢我啊 还说买游戏点卡 玩游戏只是调节情绪 好吧那我们再说说你前女友好吧 你前女友除了借你钱买手机之外 还有什么往来吗 普通朋友聊聊天而已 我不主动联系他 都是他主动联系我 那你前女友一般多久联系你一回呢 兄弟 他伤心了就联系我了 他一般伤心的周期是一个月一回呢 还是一个月有好几回 一般来说一个礼拜一回吧 哦 那就是还有联系咯 我就是说的 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财囊话 那普通朋友 为什么还要向人借钱呢 这个实际上 我自己 我以前对我前女友是挺不错的 他还是他还花我很多钱呢 我现在是加拿谢的钱 其实是不用还的 他仅仅只是 就是说回报我一下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 OK 他还欠我钱呢 其实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 我以前钱你有伤害他了 所以在我这边捞点东西 捞点你不就给他了吗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姑娘钱啊 因为没钱呗 因为没钱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 喜欢他什么呀 喜欢他性格 什么性格呀 欣赏我喜欢我 那你喜欢他傻呗是吧 他可以当我学生 所以说这点我挺满足的 你见过有这么禽兽的老师 就这么坑学生了吗 我并不是说一直打算让他养我 我也是有以后的打算 而且你以后的打算是 我想存点钱把欠他的钱给还他了 你欠他多少钱 两万六 你都记着数呢 我记着啊 真是个有心人 他的事情我都是很在意的 我欠他的每一笔钱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是白用他的 他都有好我都记得 可是我觉得你从来没还我钱 就是靠女人吃饭的男人 我只是 我觉得我只是 是吧 我写文学 我也写个文 你文字能力还可以对吧 是的 如果说今天你们俩在这儿解决问题 发一条微博140个字 你怎么发 请给我一个小时 我要想一想 还要给你一个小时啊 我平时写文章的速度是一个小时500字 要给你一个小时 你才想得出来是吧 对啊 你现在简略的想不出来是吗 我随机应变的能力不太好 明白了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今天就要闹分手的 你呢 我是想继续下去 而且 我受不了他了 他不肯给我钱了以后我就 我有一次向他复合的 但是他到我家里闹 所以我这是 在这里来铁了心 要跟他分 那你不给我钱 我自己生活总行的吗 你别分手好吗 我不相信你了 那这样我钱还你了以后 你就相信我的吧 但是你又不工作 那你就给我一点时间 先让我 给一点时间 我给你时间够多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就想问一下姑娘 分手至于非要到这来分吗 因为他 我说过了 他在我家里去闹 我实在 我那次勉强跟他在一起 你可以报警啊 如果他去你家里闹 你可以报警啊 我觉得这个还不至于报警啊 事上他来想 让我给中国 千万的女性 来看看我多么糟糕 到这里来是展示一下 这个男人有 就是一个标准渣男 就是这样的 我怎么听来听去 我都不觉得 你真心要来跟他分手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吗 你这样不给我的机会呢 我无话可说 他们两个蛮享受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的 我觉得男孩 你给我感觉啊 你除了生理上 是男的 其他你根本就不像一个男人 男人 至少要顶天立地 自己能够负担得了自己的生活 才有权力 有资格去爱另外的一个女人 你自己能做到独立的生活吗 可以 你可以 可以 你可以 你还管对方去要钱 以前我曾经独立生活过 现在我只是想要有 我说的就是现在 你可以吗 我当然可以 不是你是准备打架吗兄弟 摘眼镜干嘛 摘眼镜我会觉得 更加自我状态好一点 好 现在是你最好的状态了 对吧 好告诉我 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一个男人 以前我就是女朋友跟我说 他喜欢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但我觉得 这有时候你不能只看一个途径 要看结果 结果就是你站在这了 一个有能力的人 为什么不可以去依靠一下别人 因为我知道我要赚钱 我赚得了 所以说我现在不介意借别人的钱 我不是用 我是借 我能够还得了 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我以前不是没有赚过钱 在你不能证明的时候 你现在去管人 开口去乞讨去要 男人可以一时没有钱 但是他绝不能丧失出去 找钱找工作的这个能力和状态 邋遢的拾荒者 远比那些体面的寄生虫高尚 先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哪怕这个工作有多么低微 收入有多么微薄 但这是体现你的一个意向 我们不是说所有男人都一定要发财 一定要有成功 但他至少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是管别人要钱来生活的能力 那女孩我就跟你聊一句 你为什么喜欢这么一个人呢 因为我跟他聊得来 在很多方面 而且他可以像大哥哥一样 可以交给我很多东西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我学习的人 在某些方面 所以你愿意交这个学费对吧 我们可以理解为学费哦 是的 我觉得他 他说他可以去找工作 我就相信他了 但你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 你可以给他一个时间 是的 我受不了他了 我觉得是这样 他身上一定是有吸引的地儿 而且现在还存在 否则你不会站在这儿 你给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给他 在这个时间表 到来之时 他完成了他的承诺 你们可以在一起 但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表 拉得太长 否则伤害的是你自己 客观点的来说问题啊 如果说把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界定为是比自己的女人收入少 在经济上绝大部分要依靠一个女人来生活的话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男人都吃过软饭 我也吃过 我也有窘困的时候 我也有我老婆买烟给我抽的时候 有 而且在世界上有一些不朽的伟人都吃过软饭 尤其是一些艺术家和文学创作者 比如说巴尔扎克 比如说李白 再比如说如今的王朔 又或者说电影导演李安 他们都吃过软饭 他们都曾经在某一个时期落魄过 靠过自己的妻子的帮助 甚至是靠妻子来养活自己 所以说吃软饭本身 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但是请不要模糊一个概念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写出了不朽的作品 是吧 李安指导出了好的电影 巴尔扎克写出了伟作 为什么 那就关乎于一个男人吃软饭的三个要素 第一 你是不是吃得心安理得 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在窘困落魄的时候 不是吃得心安理得的 他们是含着热泪把这个软饭给吃下去 他们是怀着感恩之心的情况之下在吃的这个软饭 一边吃着软饭一边有报复 这种男人吃软饭一定会有出息 第二 你是否吃得称职 你想想看李安在家里做小男人的时候 在家买菜做饭 他虽然没有挣很多钱 但是他在尝试做一个丈夫的义务 在关怀着自己的女人 你做了什么 第三 你吃的是否专一 你要吃就吃一家的 你不能吃着你还嫌这个软饭粘牙 还挑三拣四 吃完上家吃下家 所以说我很客观的说这一点 就像这个男孩的经常 他一直在阐述这一个问题 是我现在就是落魄了 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相信你曾经有过独立生活的能力 但关键在于 你吃得太心安理得 你吃得太不专业 你吃得太不专一 如果说你只是对这一个女生好 跟你的前女友没有往来 如果说你在靠她养活的同时 你尽量地帮她节省 是吧 你不是把自己电视机砸了 你又让好意思让别人去买一个 然后还买游戏点卡 而是把她所有给你的钱 都放在写作上的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有出息的人 更何况还有一点 你吃得不太专业 你在舞台上没有一丝抱歉 你哪怕说 是我对不起你 我现在就是在落魄的时候 我很感激 在这段时间你给予我的帮助 相信我 我是有能力 我一定能够写出不朽的作品 我正在沉淀 将来总有一天 我会给你一个幸福的生活 有吗 它一点都没有 说难听点 你就是一个ATM 你就拼命地往外图钞票 却看不到任何未来 你自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看 当然如果说 说难听点就是男人吧 如果嘴巴能说一点 又懂点小哲学 懂点小文化 没有真本事 又有点小闷骚 所以就吸引你这样的人 所以说如果你愿意赐甘堕落 享受这样的所谓的吃产 你就继续下去 如果你不行 也不要在这埋怨 你因为你完全可以 拔腿就走 就这样 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说明一下 有一点确实抱歉 就是我吃他的东西 但是还没有给他省钱 是我不好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比较挥霍 对于钱没有什么概念 用他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孩子 如果说你 你说现在就是我人生当中 最困难的时候 我正在沉淀 我正在准备崛起 请你有一个这个样子 你没有 你就会天到晚昏迟等死的感觉 你说你天到晚 你说你在写东西 研究东西 你拿点作品出来 哪怕他没有发表 你拿一摞文稿出来 你告诉你 这是我写的 虽然我没有发表 我是一个被埋没的人才 请你拿你的努力拿出来 你拿一摞文稿拿出来 你告诉我 我把寄品继续给你 继续给我 不用 我告诉你 第一 你给我看没有用 你要给他看 第二 我就在杭州 如果有可以 你可以给我 我很乐意看你的作品 如果你的作品真的付错 我认为到时真的可以采用 我可以帮你推荐 为什么要去埋没一个 有才能的人呢 怕就怕 你根本没有失料 还要换回 换回这句话来说 你不是对得去对不起我 你是对得去对不起他 因为这个世界上 愿意养你这样的男人 其实并不多 所以说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你跟他说 不要跟我说 哎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热 在家 我是 我是 现在是意识到我的一些错误 我 我以后 我也想过了 不会再用你的钱 我自己能够有办法 独立生活 我也会去 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只要你给我 稍微一点点的时间 金金 你可以暂时的离开我 只要 以后我还你钱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 给我一次机会 重新看待一下我 我也不知道 你以后会变得怎么样 但是 现在的情况 你可能 可能 不会暂时让我变得 我想要的那样 我也不知道 我会怎么选择 好 请亮灯 不用把作品 寄给图老师 那很多网站啊 文学网站啊 给他们发 哎呦 网上没法发 网上他们这个 一个月更新好多字的 我一个天 对呀 你又怕累啊 你一个小时写 哎呦 五百四的人 你根本没戏 我写的是精华吧 好吧 守着你的精华吧 来把箱子给他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情感 什么脉络 什么走向 都不为吃惊了啊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选赞成 不看好选反对 来各位 请选择 现场 百分之八十的观众 不看好 百分之二十的看好 但是我们知道 情感这样的事 有的时候就完全在于 自己 它是一个很个性的选择 我们看看 这一对的选择是什么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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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